照的一张照片 那么我们想画荷花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 如何把照片中的荷花 放在我们的绘画中 首先我们在这些荷花中 我选择了这一朵 因为这一朵呢 这一朵花呢 这个可以看得清吧 放大了 这朵花呢 这个方向我们没有画过 就是不露出花蕊的这种荷花 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方向的荷花 作为我们绘画的主题 然后呢 我仍然选择这个蜻蜓 作为构图的一部分 让画面更加灵动 从左上方引入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构图一样 把画面占最大部分的地方 放在右下方 由左上角 既是点睛之笔 又让画面灵动起来 好 有主有字 有重点 我选用了宋朝阳万里的一首诗 作为提款 然后他说了 这上面写的是 大家非常熟悉这首诗了 全眼无声兮兮流 树阴照水爱情柔 小河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个荷花呢 我们再拐回去看 就是刚刚我们在池塘里看到的这幅荷花 我把它构图 构在了右下方 然后呢 我选了一只小河 让蜻蜓呢 站在这个荷叶的 这个小河的这个上面啊 小河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那么针对这个题材呢 我用了三种不同的绘画方法 这幅呢 是蜻蜓呢 没有翅膀 没有勾勒啊 就简单了勾勒一下 比较写意了 然后下一幅图呢 我是把它全着色的 大家看这个花 是一样的啊 只有这个蜻蜓是全着色的 可是有的朋友呢 更喜欢清淡一点 我又做了另外一幅啊 这一共是三幅 一次一会儿 让大家来看一看啊 这幅呢 只用了素描的方法啊 把它勾出来之后 用了花青 我用了花青这一种颜色 进行了层次的分染 但是在蜻蜓的这个部分 大家看到 我在上面的翅 翅纹呢 做了全部的勾勒 做了全部的勾勒 大家喜欢哪种方法呢 就可以采用哪种方法 待会儿我们一次来学习 除此之外呢 我还画了一只黑色的 如果你想突出蜻蜓 在这幅绘画中 如果你想突出蜻蜓 那么就让蜻蜓 占取你画面的最大位置 这样就更加的突出主题 这样呢 就不要再去画 很多的荷花了 我只画了一只花苞 让蜻蜓落在上面 小气在这里休息 在这里休息 这是不同的绘画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 画的圆图 给大家说一说绘画方法 和做绘画方法 这是这几张圆图画稿 放在这里 这个大 朋友们能看得清楚 看到吗 再高一点 这样能看得到吧 这个很大 这个是不是能看得清楚 这幅画 好 那么下面 我们把笔拿出来 我们一起来画一画蜻蜓吧 首先仍然是从蜻蜓的结构入手 我们首先呢 要了解一下蜻蜓的结构 看看 首先来了解一下蜻蜓的结构 蜻蜓是一种昆虫 蜻蜓是一种昆虫 那么昆虫呢 一般都分为头部 胸部 腹部 这三个部分 头 胸 腹 这三个部分 在它的头上呢 有两个大大的 占据了的头部 大面积位置的腹眼 还有三个单眼 在这里 这有三个单眼 画面中我们常常忽略不挂 它有三个单眼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 两个大大的球状的 圆圆的两个腹眼 然后前面是它的面部 在这个地方上面 就像一个盖子一样 盖着它的脸 它的嘴在下方 在这个地方 在下边 两边有一个小小的 这样的结构 好像是 好像一个小刷子一样 在它的下唇上 这个地方是它的唇 这个地方是它的唇 上面有两个小小的触角 在这个地方 两个小小的触角 头 胸 腹 然后它还有一个 可辨识度很强的尾巴 好 这是蜻蜓的主要构造 那么它的翅膀 是磨制的 透明的 磨制的 透明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一起 画一画这个蜻蜓 我们拿上铅笔 慢慢画 一定要找一张纸 然后拿一支铅笔 然后拿上橡皮 我们画的过程中 尽量把它画得细一点 蜻蜓有两个 特别重要的部分要注意 一个是它非常有辨识度的尾 一节一节的 第二个是 它的翅膀上 它的翅膀上 在这个位置 靠近肩部的地方 有一个翅斑 有一个翅斑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能忽略的 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翅膀 翅斑的话 这个蜻蜓就飞不好 它就会有翅阵现象 翅阵现象 飞机呢 也是模仿了 蜻蜓的这个翅斑 防止了翅颤的现象 好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 画一画这个蜻蜓吧 我们要画这幅图的话 如果画这种图的话 我们一边复习荷花的画法 一边画蜻蜓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把蜻蜓 放在一个左上角的位置 注意构图 它的面积不要太大 最大面积的位置 留给荷花 那么我们就把它画在左上角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吧 先来练习一下它的绘画方法 先来练习一下它的绘画方法 拿一张纸 首先拿一张纸 拿来了吗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它的绘画方法 拿一张纸 稍微画大一点没有关系 我们先练习一下 尽量把它画到左上角 首先我们要勾一下图 我要想一想我的蜻蜓在什么位置 它的尾是这样的 它的头要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小圆球 圆圆的头部 老师你那个画是不是再倒过来 这样倒过来 对啊 大家看不见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啊 这是一个头部 先画一个圆圆的 轻轻的话 一会儿这个我们都是要做辅助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辅助的部分 先画一个圆圆的头 轻轻的话 你不要画太重了 一会儿我要擦的时候不好擦 这个只是辅助 然后把它的胸部的位置画出来 在这儿 这个是什么呢 你某人无力 是我是这种 好 腹 就是一个是条件 申请的条件 一个是 一个是你的 好 头胸腹 腹的后边有一个长长的尾 我们先把它的结构给它勾出来 简单的画像 然后它翅膀的位置 是和头是平行的 基本上是平行的 一边一个翅 一边 它是两对翅 一边这样画 先打一个十字 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掌握一些 先勾一下图 我们要把蜻蜓画在这个位置 把蜻蜓的位置画出来 不要画太大 左上角 小小的 画完了之后 我们开始画它头部的细部结构 左边一个大腹眼 右边一个大腹眼 近大圆小 我们可以画一点点曲线 像一个 像一个大大的影 像一个大玻璃球似的 非常的大 占据了它头部 三分之二的位置 左边一个圆 右边一个圆球 可以试掉了在中心的部分 让它稍微往里边弯曲一点 让它更有立体感 这样的话就在这个地方 头部的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尖 大家看 一个小尖 然后呢 我把这两个尖的地方呢 给它 七白石 它喜欢这样 连起来 这样上面就有一个零形 画两条线 从中间呢 连起来 下面是嘴的位置 看 像一个字 这个像一个字 像一个 羊是这样写的 它像比羊这样 少一行 就像这样 像一个这样的字 头上 这个地方是它的嘴 上边是它的唇 下边是它的嘴 好 下面我们画它的身体 它的头部和身体相连的地方 非常的小 它有一个非常强壮的胸部 所以它才能是一个飞行高手 这个地方要少一点 连接的地方少一点 然后在这个背部呢 画出两个 像这样的纹路 把背部勾一下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然后呢 我们要画两个 两个出翅膀的地方 你看这像一个半圆 这样的啊 这上面像一个半圆 这个地方要出翅膀 再往下来 这个地方也要出翅膀 有两个地方 一个 两个 它有两个地方 然后我们从这个 上面这个第一个半圆的地方 开始画一条线 翅膀的一条线啊 翅膀我要画在这儿 你看我这样画过去 就是第一个翅膀 弯弯的 上边飞的翅膀 往上走 往上走 下边的翅膀呢 从这儿开始啊 往这边来 往下一点 后边的翅膀一定呢 它 理论上呢 它是要压住前边的翅膀一点啊 后翅它是比前翅要 大一点的啊 后翅要比前翅大一点啊 从这个地方啊 画出来两条后翅 像一个三角形 看像不像一个三角形 像一个三角形啊 然后回去的时候呢 那有一点弧度 从这儿过来 从这儿过来 还 这是后翅 看 它的后翅 轻轻的话啊 轻轻的话 我们在后翅的 先把 后翅的这个 将近一半的地方啊 将近一半的地方 看到了吗 找到这个地方 一半的地方 给前翅给连起来 看 这个翅膀的前翅就画好了 翅膀的前翅就画好了 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翅膀上画一些结构啊 注意啊 我把它擦干净一点 同学们看轻一点 刚才我们的辅助的线条 可以擦掉了 对啊 你画两个小翅膀 画两个小翅膀 好 我们画的稍微复杂了一点啊 这个就不是 小朋友 跟上有点困难 你可以把它简化一点 好 在这个翅膀将近中间的地方 靠翅肩让它稍微少一点 点一个点 这个靠翅肩的地方 点一个点 然后从这儿开始啊 从根部开始 往这儿来 我们拉一条线 连起来 这也是 拉一条线 连起来 然后从 石膠的地方 过来 这样是不是 前置就画好了 这个地方啊 要把你的笔削的尖一点 不然的话 细部没有办法画 细部的结构就没有办法 这个它是有一定的结构 你看 它稍微往里去一点 看 这样是有一个结构在这儿 后翅啊 同样是在这个地方 找一个点 也是一样的 好 看 这个翅膀的翅 这样是不是更有立体感了 好 我们把它再画精致一点 拿一个更细一点的笔 如果想把它画的精致 就要找细一点的笔 太粗的笔是完不成的 要在这个中间 我们再来一点 打上格 一般请问一下会在这个地方打两颗 中间再来一条先 中间再来一条 如果你的笔不够细的话 一条 这个条可以忽略 这条可以忽略 一样的 我们把赤斑的地方找出来 赤斑在这个地方靠近 肩部的地方一定要找出来 这个是不能忽略的 非常重要的 蜻蜓的一个部分 好 是斑画出来 我们把翅膀上的纹路再画一下 再画一下 从这开始 从这 往上走 往下来 这也是 从根部 往上走 往下来 这边也一样 反面 反方向 往上走 往下来 往上走 往下来 我们要画它翅膀上的脉络 四条 一 四个翅膀上各有一条 翅膀上的 这是它的主脉络 主筋 好 我们是画到这一步 就可以先停一停了 画到这一步就可以停一停了 然后我们画它的腹部 把它的腹部再加强 像一个椭圆形 好 在这上面呢 我们可以画出三条经纹 画一条 尾巴啊 画一条弯弯的线 我们要画尾巴了 尾巴有点像画 像画一个那个 英文字母呢 看 往上走 顿笔 回来 一节 往上走顿笔 回来 两节 往上走顿笔 回来 三节 往上走顿笔 回来 四节 往上走顿笔 回来 五节 最后画两个小一点 后面 后面有一个尖 这是蜻蜓点水用的那个 部分啊 这是蜻蜓 飞行的蜻蜓 你看 非常简单啊 但是需要工细一点 不要着急 难度不大 只是 只是 不能着急 好 好 看完之后 我们把上的这个 纹路也勾一下啊 从它的背部中间这儿开始 我们能画一条线 给它画一条线 好 注意啊 连接的部分 像个三角形 倒着的 上面大 中间一条线 像个倒着的 三角形 连接来 这样一画 是不是更漂亮 看 好了 你看 这样是不是一节日节的更有立体感了 好 那么 慢慢画啊 不着急 这个不能着急 一着急就坏事了 下面呢 我们就要画 昆虫的 足 也就是它的脚 它的足 它有 六个足 一边三个 在它的 胸部下方 长的靠前啊 在这个部分的下边 然后呢 我们不需要全部画出来 只需要画出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它是分节长的 往下走 让它到翅膀下边去 第一个 一节一节 出来 顿一下 到这个节口的地方 好 第一个 第一条 再往这边 来一点 第二条 它就到这个翅膀的下边去了 从这儿出来了 一点点 这儿 两条 这边也有 这边挡住了 只能看到一条 这边也是挡住了 其他的在后边 好 它很多时候在这边会表现出两条 一点点 有一点点在这个地方 后边的两条组 往后去了 在飞行的过程中 我前面只画出了三条 你想再画一条也可以 好 一共是四条 前面画的四条 后面画两条 这是全部表现出来 可以只表现三条 因为遮挡关系 表现出的遮挡关系 但是今天我让大家为了结构清晰 把六条 把一二三四 后边这两个 这样的出了两个小的 这个腿 遮盖不住了一部分 足就一点点 这两个可以忽略不化 可以忽略不化 这样的话 你看一个蜻蜓我们就画好了 比较简单 比较精致 虽然简单很精致 如果你想画得再精致一点 怎么做 把翅膀上的筋纹全部画出来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试一试啊 如果把它全部画出来 会是什么样 怎么画 翅膀上的脉络全画出来 你看 我现在把加重 我现在要加重这个主基 让大家看得清楚啊 加重这个主经文 大家看得清楚 好 在这个主经文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 把它分成 一部分一部分的啊 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的 然后在上面把 蜻蜓的 就是比较支干的脉络画出来 四方四圆 也把它上面的脉络画出来 把它分成几组才可以啊 心里分就可以了 这个笔可以画出来 也可以 胡画出来 要注意虚和实的关系 越到下面的地方 我们可以画得越轻 好 看 这一个翅膀的脉络 我就画好了 慢慢画啊 不着急 我们把它都画出来 这样的蜻蜓就比较写实啊 谢谢大家 好 像这样把这身上的 经文脉络 全部都扣出来 谢谢大家 这个画起来很费时 但是画出来效果很好 我们跟着经文走啊 跟着主经文 主脉走 跟着他的方向 跟着他的方向这样去画 不要太圆 要见比方中带圆 圆中带方 跟着主经文的脉络走 好 如果教小朋友话 就不要让他画那么多的经文了 他会不要画这么多脉络 他会画晕的太多了 我们也不会要求画到这么工整 我们画国画 这是我们画国画的方法 我们画工笔草虫 就是这样画 只不过把我们的铅笔 换成了用毛笔 大家要非常熟练这个铅笔的造型 才能拿毛笔去画 因为在宣纸上画错了 是没有办法进行修改的 要非常熟悉 这个才能够进行在这个宣纸上绘画 西白石常常用这种方法来画蜻蜓 有的时候他也用采用大写的方法 但是他有时候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有时候他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大家先画着 给大家看一看 西白石的画的一幅蜻蜓 跟这幅非常类似的一幅蜻蜓 如果你拿的是铅笔 你也可以把腿进行双钩 双钩就更有立体感 勾这个翅膀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这个主脉络走 跟着主脉络的方向走 跟着主脉络的方向走 一定要跟着这个主脉络的方向走 然后我强调他 强调他的借口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西白石的这幅蜻蜓 上面的脉络 翅膀上的脉络清晰可见 这种画法 他的整幅图是这样的 下面有一片叶子 这样拿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应该是 这样拿 这样拿 下面是一片叶子 上面是一只蜻蜓 大家看他的构图 这种画法就叫做 兼弓代血 它有血液的地方 但是它有非常非常宫隙的地方 非常非常宫隙的地方 看他翅膀上的脉络 包括这个方向 包括这种用笔 都是跟西白石 非常像像的 注意他翅膀上的翅斑 一定不要忘记要突出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了 画一个荷花 大大的荷花 大荷花 那我首先可以勾一下图 大概心理想一下 我荷花要画多大 一定要知道 自己要画多大 在什么位置画 这个胸有成竹 之前不要落笔 胸有成竹臭 先看一看 在什么地方 确定好了 再开始 我说过了 我要用我荷糖里边的 那个荷花 来做圆形 来勾这幅画 先画像桃一样 中间的这一半最大的 然后呢 上边 荷花我们都学过了 上边 再一遍 在这儿 画个荷花 还有 这儿再加一个 这幅 非常的大 这幅核花非常的大 这个核花很大 侧面朝向我们的 然后呢 我们核叶就是一个点缀 曲线 我要画一个举着的核花 这边是比较暗的 涂颜色的时候要注意 这边是背面 这幅花的构图 我们就简单完成了 这是一个荷花的方法 侧面的荷花 那么我可以 让这个蜻蜓啊 我现在画的这幅蜻蜓 是飞翔中的 我就不能让它落在荷叶上 或者落在荷花上 我让它飞起来 那么我画一个小荷 各在这儿 或者不画 整幅画面也是很完整 很完整 画好之后 用勾线笔 可以勾它一下 这个勾线笔呢 我们一般用 这个 勾线笔 我们用油性的这种勾线笔 去勾它 然后去上颜色 落块 就可以了 上色的过程中 我们勾一下吧 简单勾一下 快速地勾一下 因为蜻蜓比较工细 画的工细了 很漂亮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入手 如果你对 精灵的结构 不够熟悉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 进行在宣纸上的绘画 简单的勾一下 我们上色的时候 注意不要 有很多种上色方法 选择你最喜欢的那一种 我就不全勾了 给大家示范一下 勾线的方法 试本 3 5 3 7 8 1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给大家说一说染色的方法 勾下来很费时间 大家下去慢慢勾 染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喜欢这种方式的荷花 你看这两幅几乎上是一样的 喜欢这种颜色的涂色方式 那么怎么做 只需要涂 记住最重的地方是 蜻蜓的身体 头 胸 腹 这三个部分 头 胸 腹 三个部分 翅膀只需轻轻的勾勒 我用的是水彩笔 用的水彩笔 那么在水彩笔中 我用到了两个颜色 在水彩笔中 用两个颜色 来表现它的立体的关系 我用了一个 紫色 然后用了一个橙色 橙红色 然后呢 我先用这个稍微重一点的紫色 把它重的部分点了出来 这样点一下 让它有一个暗面出来 把它按的部分 让它按下去 亮的部分才能够亮起来 稍微的右下方 这个眼睛啊 要立体起来 你看 最上方是最亮的 然后这个翅膀的侧面 尾巴的侧面 用一个紫色 我先给它染了一下 然后用橘红色 做了一个过渡 好 做一个过渡 这样的话 再留一点点高光出来 它就画面非常有立体感 它的画面就立体感就出来了 画面立体感就出来了 好 这样的话画面的立体感就出来了 那么翅膀的部分 翅膀的部分 如果你喜欢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就把你刚刚画的 这个细部的脉络全部画出来 如果你喜欢简约一点的方法 就像这样 写意一点 我们也可以 只涂它根部 让它往外 沿着走 就好像有一个高光的部分在上面 好像有一个透明的感觉 所以它不要画得太齐 往外 有一点须须的过去 然后稍微让它有一点 一点点明暗 加一个深红一点的颜色 让它的根部稍微的重一点点 稍微重一点 看 这个翅膀的透明感就出来了 翅膀的透明感就出来了 把这个 翅上的 小格 再勾一下 更漂亮 大家回去一定要熟悉这个 蜻蜓的画法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在宣纸上进行绘画 因为 在宣纸上进行绘画 是不能够进行修改的 把翅膀加重 好 这样一只蜻蜓就活灵活现的画好了 活灵活现的画好了 今天我们只画蜻蜓 因为蜻蜓有些 结构稍微有些复杂 如果你想 在翅膀这个地方 再染一点点颜色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让它往中间有一个活度 它的透明感也会很好 但是这样已经够了 这样已经够了 我喜欢这个感觉 然后把荷花 勾一下 染颜色 这个都讲过 不再多说了 那如果用 宣纸画 你要非常非常熟悉 非常非常熟悉 它的构造 才能那么宣纸画 当你 在 当你在 在这个一般的 我们用的这个绘画纸上 非常熟悉的蜻蜓的构造之后 你们可以用宣纸来进行绘画 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 写意的方法 大写意的方法 那样的话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如果我们画 这样画蜻蜓也是可以的 这样有点公义的 要非常熟悉 蜻蜓的构造 在熟悉蜻蜓构造之后 我们再进行写意一点的话 反正是比较容易的 了解完蜻蜓的构造 我们今天只画蜻蜓 不画组合的话 下集合再画 因为时间不够 蜻蜓的构造比较 细致 画出来很漂亮 你要了解蜻蜓的构造 然后整幅都会画 放在这 课下我会发到群里 同学们可以参考 朋友们可以参考 我们在画写意的时候 如果用毛笔 还可以这样画 等你熟悉了 蜻蜓的构造之后 你可以尝试着写意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尝试着 工笔的方法 那么下面可以进行一些尝试 如果你尝试的话 跟老师一起来做 我们找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叫褶石 看到了 褶石 这个颜色叫褶石 褶石这个颜色 它是石头里面磨出来的 所以它叫褶石 这个颜色颗粒较大 我们把它和一点点磨 调在一起 看 这样调出来的颜色呢 叫褶磨 笔不要太干 也不要太湿 你要掌握好这个力度 拿一支小笔 要这很小的笔 要不然这个 青天你画不好 褶磨 我们用它来调褶磨 然后用一张肺的宣纸 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个磨 怎么样 试一试 试好了再画 觉得可以了 这个颜色 但是也可以了 我们再画 好 我们试一试 在宣纸上 调褶磨 你要非常熟悉 这个一张 我们去练习它 先练习它 这个怎么样 去画这个蜻蜓 再把它熟悉之后 再把它和其他的绘画 结合在一起 非常熟悉它 才能用 才能用 拿起毛笔去画它 因为毛笔上 不能修改 调的 把那个磨 调的 开始要适中一些 好 我们画一个头 为什么要用褶磨呢 因为褶磨 加了褶食之后 这个 它阴水的程度 会减少 便于我们画的 工细 我们画的身体 在这个效果 剥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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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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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